朋友们好,旅居养老在近几年是极为热门的话题,与北方的退休群体中游慎,而旅居养老地点的选择更是备受人们关注,年轻人会为父母挑选目的地,退休人士也会给自己选定心仪之所。 如此一来,海边,南方逐渐成为人们讨论的重点,在选择养老地时,需考量众多因素,诸如气候,周边环境,房价,配套设施等皆在考虑范畴。 另外,我觉得最为关键的还是个人需求,究竟是打算长期居住,还是只想当个候鸟,仅在过冬时寻个暖冬之所。 倘若为前者,即准备长期定居于选定的养老目的地,那么该地务必要冬暖夏凉,才最为适宜。 像海南,广东一带就不太适合这类人群养老,毕竟这些地方夏季酷热难耐,若为后者,仅在冬季寻觅一处家地过暖冬,那南方的海边则是最优之选,空气加,温度适宜,经济发达。 那么哪些地方冬暖夏凉,适合长期居住养老呢? 有一个省份如今成为众多朋友选择目的地时的新宠,那便是彩云之南。 云南位于北纬21度8分到29度15分之间,不少城市都非常适宜养老。 昆明、大理、西双版纳、腾冲等城市均是当下养老的热门之地,但还有三个小众城市,用于养老也是不错的选择,各旧是一处较为小众的所在。 想必不少朋友都是投回听闻这座城市,各旧位于北纬23度1分至23度36分之间,归属于红河哈尼族遗族自治州。 此地西矿丰富,素有中国西都的美誉,各旧不仅名字饶有趣味,其城市的构建也别具一格。 所有建筑皆环绕金湖而建,金湖正处于城市中心,金湖的由来非同寻常,它也被称作各旧湖,堪称上天的馈赠。 1954年8月,各旧连降数日暴雨,当时尚缺乏完善的排水设施,各旧城化为一片泽国。 政府当机立断围堵洪水,将其留存于各旧,化栽为福,由此诞生了面积达0.8平方公里的高原明珠。 由于各旧湖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旧的缺水状况,各旧临近黄金纬渡北回归线,又地处云贵高原。 因而冬暖夏凉,雨水丰沛,四季皆如春天般宜人,全年平均气温约16摄氏度,是一座极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。 老阴山景区,温泉,森林公园等,皆是我们日常可去游玩消遣之处,各旧曾为洪河州的州府所在地,且拥有两家三甲医院。 对于养老而言,医疗堪称我们最为关注的要素之一,人一旦上了年纪,或许时常会有头疼脑热的状况,此时养老地的医疗水平便显得至关重要。 另外,各旧房价与物价金较低,生活节奏舒缓,在此养老,幸福指数颇高,总的来讲,各旧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 家之宜人的气候,物价不高但城市化程度较高,日后必定会吸引众多老人前来安享晚年。 玉西地处云南省中部,其人口在全国地级市中相对较少。 然而,玉西的人均GDP可不低,于云南能位居第二,仅逊于昆明,一云二贵三中华,红塔山下阿施马,云烟在我国烟草市场的地位清晰可见。 而玉西恰是玉西香烟,红塔山香烟的诞生之地,红塔山堪称玉西的地标性存在,因山上的红塔而豁明。 山上的红塔起初为白塔,之后为欢庆国庆才被涂成红色。 相信燕民朋友对这座红塔必定不陌生,他就印在红塔山香烟的包装盒上,山顶煞有专门的燕文化博物馆,能够让人们知晓玉西香烟的发展历程。 除香烟外,玉西还是聂尔的故乡。 聂尔乃我国国歌的作曲者,在玉西市,建有专门用以纪念聂尔的聂尔公园。 每至下午,公园内热闹非凡,在此能够领略云南少数民族的独特魅力。 有些人还会手持未曾见过的水烟,那场景至今令人难忘。 另外,玉西上有众多值得游玩之处。 釜仙湖、文兴祥商号、玉西古祠尧等皆为值得一游之地。 玉西的地理坐标在北纬23度19分至24度53分之间,年平均气温在16.4至24.6摄氏度。 作为北回归线上的城市,冬季无严寒,夏季无酷暑,四季犹如春天。 干湿状况分明,玉西人口数量不多,到此可摆脱喧闹。 身处宁静之所,不拥堵,无论行至何处道路都畅通无阻,心情自然舒畅。 玉西具备较好的教育和文化氛围,医疗资源亦颇伪出色。 这里拥有众多文化馆,大量公共图书馆,还有两家三甲医院。 玉西地理位置优越,交通便捷,铁路和公路出行均十分便利。 玉西气候宜人,文化独特,交通便利,配套设施完备。 房价和物价始终,着实是个旅居养老的理想之地。 蒙子是云南洪河州的州府所在,因一部芳华而逐渐为人所知。 作为电影取景的的闭塞寨,也成为众多游客的闭去打卡之处。 或许很多朋友从未想过去蒙子养老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,蒙子曾荣登最适合旅居养老城市的榜首。 蒙子地处云南省东南部,为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。 它是云南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。 在清末明初时曾是云南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。 当时云南超80%的进出口物资皆需经蒙子转运。 云南的第一个海关、第一个电报局、第一个邮政局、第一个火电站等众多第一阶在此诞生。 显然,曾经的蒙子是极为繁华的。 蒙子的旅游资源颇为丰富。 颠阅铁路上的重要站点闭塞寨,文一多先生旧居,蒙子租借址,南湖等都是可供游玩之所。 既有历史底蕴,又有优美风光,既能欣赏美景,又能怀旧私骨。 到蒙子务必品尝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,一碗热汤,一桥配菜,米线可无限序,一口米线一口汤。 着实令人心里暖哄哄,蒙子是被回归线上的城市。 年平均气温约18摄氏度,冬季前往,周身暖意洋洋,丝毫没有冬天的感觉。 其交通便捷,是中国西南内陆通向东南半岛地区的要冲。 滇月铁路和泛亚铁路贯穿境内,三二六国道和三百二十三国道在蒙子纵横交错,且蒙子县已有可供航班起降的机场。 蒙子县有两家三甲医院,医疗水平优良,在蒙子生活,美食与美景皆不缺,房价均价五千至六千元。 物价时钟,不过在我看来,蒙更适合作为候鸟的冬日旅居地,若要长期养老,各就和玉稀则更为适宜。